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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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法轮功的打压是死无前列的 这是人们都看到的 那么为了让这个社会的道德能够回升 同时呢 法轮功学员呢 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 而且这种生命危险不是他们被一刀一枪的结束生命 而是被酷刑折磨下 甚至牵扯到亲人 孩子不能读书 不能升学呀 失去工作呀 甚至连这个家里的住房都被政府给收回呀 他们冒作各种压力 连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的权力 都被失去的情况下 法轮功学员走向街头 我是指生活在大陆的法轮功学员 那么他们为了告诉人们 什么是人应该有的道德规范 只有人在有了道德规范的情况下 人类才能够像人一样的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运作 那么社会呢 才能向前发展 仅仅表面上的科学发展 技术发展 经济发展 如果没有道德做底线的话 他就是走向灭亡的边缘 我们看到今天的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 在他的体制内 老百姓有一句话讲 叫做一枪一个打死 可能有冤魂 隔一个打死就有漏亡了 就说明现在在他体制内的官员 我讲的是老百姓这样在流传的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人们共识 在共产党体制内的官员 不犯罪的人很少 所以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犯罪量 就是说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从打压法轮功 就像前一个节目的时候 王先生说的那样 那么他是伴随着打压法轮功 人们的道德在急剧地下滑 这个时间是同时进行的 因此法轮功学员真正走向街头 向人们讲真相 讲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确实是为了更多的人 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 那我们知道杨医师 您的姐姐在中国 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了一些迫害 那我们也知道在海外的一些活动 你也经常站出来去演讲 而且就是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和讲真相 那您怎么理解 就是法轮功学员所做的这些事情 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呢 这个问题当年的时候 就是720刚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法轮功学员到了华盛顿DC 当时他们就开新闻发布会 但是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他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到这干嘛来了 是吧 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到这来 来去讲法轮功的事情 那么想来想去实际上很简单 到这来就是说 法轮功讲真善人 这个真字可不是说随便说说的 那是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 任何条件下你都得讲真话 不论说共产党今天喜欢你了 你只靠气啊说我练法轮功的 改变明天打压你了 你是存罪犯了 那你就拖拖摸摸就躲起来了 那就不是他们讲的真 那么更重要的是扇子 扇子确实是为别人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啊我记得过去小的时候 我还记得有的时候 买了便宜东西了 什么得了奖金了 哪家里躲得不告诉别人是吧 什么好事好像都被别人抢去了 那是没有善的 完全是一个自私的行为 所以我认为法轮功 如果他有任何一点自私的话 他就应该躲在家里 但是他要修善 那么善的那就是为别人 所以呢他要把这么一个好东西 要告诉还没有机会了解的人 这个忍字很多人有误解 认为是忍就是忍气吞生 其实不是 法轮功的忍 他实际上是指 能够牺牲他个人的利益 甚至生命来实践他的真和善 这才叫忍 所以这些法轮功学员 他不管是背井离乡 流落街头受到迫害 他都能够放弃 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纽约街头 人家说法轮功给你多少钱呢 你到这来 后来我就问他 我给你多少钱你愿意来 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很多人 他都是有很好的工作是吧 挣很多的钱 那么他到这来做这个事情 他都是为了为了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提到我姐姐的话 我还想说一句 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家里人 经历了这一切的话 无论你跟我怎么讲 我可能都还有点怀疑 这是真的吗 是不是你的宣传 是不是你编出来 因为共产党说你是编的 所以我想没有这种亲身经历的人 就像我过去不能够完全体验 这个六四受迫害人的心情 文化革命中受迫害人的心情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 可能是也有一点障碍 就是说他没有经历 所以作为我个人来讲 因为我亲身知道了这样的事情 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的看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角度 就有点不一样 那王先生我们在上一个节目中 有人就说那人一般都是有个逻辑的 那像法轮功他是就是比较平和的 是追寻真善忍的 那这样一个团体的来说 对哪一个政府 对哪一个执政党来说 都是应该就对他们有好处的 就是说他不逻辑啊 他镇压他们 那您怎么看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这种镇压 而且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 和中国就是中共历史上的历次的各种运动 对不同人群的镇压 您觉得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对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其实虽然法轮功呢 在追求善的这一角度来说 在做好人这个角度 而且在与世无争这个角度来说呢 应该说和所有的统治者和所有的政权呢 不矛盾 但是呢在从政治学上看 它确实和极权主义的政权 特别是后极权主义政权有矛盾 什么叫后极权主义 后极权主义就说 他原来极权政权呢 他还有一个意识形态 到后极权时代 他那意识形态都破产了 连他自己的领导都不相信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话 一个信仰团体就会对他构成一个威胁 这个威胁主要两条 第一条呢 你会形成一个动员中心 这个中心就你有一个凝聚力 这个凝聚力让他感到害怕 就说这一批信这个东西人呢 可能不听他的 这个就是他让他感到很恐惧的 尽管法轮功学员呢 说刚才其实杨先生呢 李女士都谈到了 我们并没有关心政治 当初我们就想做好人 但是你想做好人 没有按我的方式去 我让你没有让你做好人呢 我让你做一个追求自己利益的人 你为什么不去追求自己利益呢 你为什么要听这个 让你去做好人的不听我的呢 就让他觉得有点恐惧感 关键你听了别人的没听他的 他觉得这危险 这第一个 第二个更危险在哪呢 共产党知道呢 我觉得在后极权时代呢 连邓小平都知道 他那个意识形态破产了 所以他说呢 咱们大家就过好日子就完了 不要再去追求那些精神 问题呢 这个事实上有很多人是有精神追求的 所以在30年前 中国共产党启动这场转型的时候呢 他把一大批有精神追求人 抛到了精神荒原上 变成了孤魂野鬼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有信仰人 在做出各种探索 不光法轮功运动 包括基督教运动 在这些年为什么发展那么快 就说明中国人并不是想要邓小平 想像个猪似的吃饱了 就觉得自己幸福 他们是想过一个有尊严的 有精神生活的 在这个时候呢 共产党就看到了 这个他已经没有精神 能够去凝聚人的时候 如果别的这些东西能凝聚人 对他就很危险 所以他要进行镇压 那我觉得呢 如果出现镇压的时候 当然了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你来顺受 接受镇压 当然三个了 还有一个呢 忍气吞声 但悄悄的 还有一个就是要讲清楚 我们是怎么回事反抗 我觉得法轮功选了第三条路 其实平心静气说 哪一个有良知的人 或者还有点自尊人 可能都会赞成这样选择 尽管你自己可能没有勇气 做这个选择 你应该赞成这个选择 而且你应当看到 法轮功选维护他自己的权利 实际上是在维护整个社会的权利 为什么呢 如果这道权力线能守住 那么整个社会就有一大片人是安全的 就是你对共产党挑战 不太明显的这些 你就会变得安全 共产党就没有把你当主要敌人吗 我记得1979年判魏京生的时候呢 当时的有一些民主强的人 也发了一个声明 就对魏京生厌情温和的这种指责 当然北京之春呢 虽然平常跟魏先生 在一些其他方面有分歧 但坚决维护他的权利 但后来有些理论部 就为了一些老同志就说 他说你们干嘛 你说你们你这时候呢 不要把自己放进去 你看像我们这样多策略 打擦边球 我说魏京生在那个地方 他是一道防线 他失手了就是我们 我们玩的就是你们 到83年了 79年判了魏京生 81年镇压民主强 83年清除精神污染 就把这些人就整了 所以就是后来最后 我觉得西方有一个 一个很有名的话 就说当时纳粹的时候 他当时整工人工会的时候 我不是工人 不是工会的 他说整这个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 整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 整天主教 我不是天主教 到开始他还整 他发现前面 已经没人再能保护他了 所以我觉得呢 法轮功学员在这个地方 维护自己权利上 实际上是在维护 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 因为如果他安全了 那么大家都会有一个安全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法轮功学员在进行反迫害的时候 他选择是叫最难的路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通常面对迫害的时候 多数人开始不服气的 那么不服气呢 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他会玩机智勇敢 他叫机智勇敢 说我呢 反正什么叫鸡蛋 不能跟石头碰 胳膊扭不过大 中国人反正有很多这种话 就是都先让他一步再说 但是法轮功学员没有 他就坚决的信守自己信仰 另一方面 他又没有像一般这种 刚爆裂这个这种汉子说 上来像杨家是一刀铜死 你六个人 我一人我一命换 你六条命来这么做 也没有像温安的老百姓那样 用这种暴力方式 而是采取一个非常平和的方式 就是坚持用散发传单 讲道理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受的痛苦非常多 为什么呢 迫害人可以死无忌惮 说几实话 杨家这事出来 真的让中国的警察为之一震 那好多警察将来都会很害怕 在干什么事 但是呢 法轮功学员选的 就让给的一些一些 就这种非常坏的念头 一个发泄自己 平常得不到发泄机会的一个 发泄授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其实选择这条路呢 而法轮功居然用这样一个 平和的方式 成了现在呢 抵制共产党迫害最大的一个堡垒 给中国人建立最大的一道防线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但这条路对法轮功来说 也是个牺牲非常非常大 代价非常大 所以我讲呢 你可以不信法轮功 你也可以呢 但是呢 你要知道 这个如果法轮功他只是说 要人民去行善 同时在共产党迫害的时候 他坚守自己的权利 他实际上就给我们整个社会 争取了一道安全线 好 那我们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现在先接一下台湾 丁先生的电话 丁先生请讲 委员呢 主播好 你好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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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怎么做起来 连向人的 真是要做起来 也牺牲了不少宝贵的人民 但是就诸如若干年前 我在南加州AM600空中 听到一名香港来的法轮功学员 是一个男生 他说得很露骨 我很崇佩他的精神 但是他说的 他就要把中国分裂成湖北国 四川国等29个不同的国家 29个省分成29个不同国家 他公开这样说 他这种言论一出来 中共当然吃不消 忍不下这口气 造成后来更多的法轮功学员 在大陆被杀害 他的思想当然是 所有法轮功学员都很敬佩 但是希望他以后 不要再公开的发表类似言论 而害了更多无辜的学员 他要搞诸侯歌剧 搞独立 他自个儿一个人先去慢慢搞 然后再带动别人 就是很秘密的进行 法轮功学员的人命 是相当宝贵的 这是我的意见 我当然在大纽约地区 我在这边是 在台湾是看不到 他们在我亲戚的西海岸 在芝加哥都 休斯顿都看不到 所以说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 纽约一位藏人的电话 您请讲 你好 你好 我请你问一下 那个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们是打电话的时候 还是打不通 在大陆打电话的时候 也打不通 就这样的 我就这样为的 就是这个问题是吧 因为打不通 因为有很多人打电话 所以电话很多的时候在战线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今天您打通了就比较幸运 您有什么要说的 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为了谁 那他已经下线了 现在我们接一下 新泽西高先生的电话 高先生请讲 我是经常关心这个热点互动的节目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法轮功一般的学员和所谓的这是欧位的还有这个新唐的宣传结构啊 我不太懂就是这种反迫害的话 那么你们在纽约如果说或者在全世界越是这样 中国中国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 因为我还知道我有几个朋友是法轮功学员 他们好像是就是很很就是北京开奥运的时候 他们简直就有如轻功之了啊 他们都在问就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 也跑到外去去躲这些 我觉得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迂回的方式 就是我不太了解 如果国外搞得越大 国内是不是他们会牺牲的越多 他们来了以后到底工作会怎么办 我也在街头看见他们这里发报纸啊这些啊 我总为他们的生活啊 为中国人的最底层的 当然刚才有位先生说 他是很忧心的生活的 是医生是记者甚至是金融专家对吧 这些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最底层的 就是在太阳下面发报纸的人 我反而觉得信念固然重要 但是生活也很要紧啊 而且中国的法轮功学院的生活也很要紧 我想讲一下是不是什么 曲线救国也好 或者是整个一个 今后会怎样一个发展 真正法轮功能够摧毁共产党吗 我表示怀疑 好谢谢 谢谢高先生 那么刚才有几位观众朋友 谈到了他们一些的这个 就是一些的 他们的意见 还有他们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法轮功学院反迫害为了谁 那现在我们请大家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呢 我们来回应刚才几位观众朋友的意见 好去睡 Colage of Choice 想漂亮 想身材好 请到已有三十一年历史的天一 天一令你美丽 天一令你青春娇嫩 纯享受 水疗 仙体瘦身 风胸 美乳 排毒 止痛 减压 平和心境 形象设计 天一美容媒体中心 纽约华部 法拉盛 新泽西 电话 718-762-8887 您想要投资房地产吗 三十多年的投资经验 独到的投资眼光 通宝房地产公司的 Patrick 陈先生 正是您要找的人 是的 我会为您找到理想的物业投资 购物中心 公寓大楼 工业厂房 商住两用 政治房地产 通宝房地产 您值得信赖的投资专家 欢迎来电垂寻 718-321-1414 VinRealQ 小小来吃冰激凌 耶 小心 不行 你忘了上次吃冰激凌 你肚子疼了 你不能吃牛奶的东西 没关系 这是豆腐多的 是的 豆腐体公司 用大豆 研制出好吃 美味 容易消化的甜品 有奶油冰激凌的味道 却没有胆固醇和奶湿脂肪 你尝尝 嗯 豆腐体No.1 豆腐体产品 可以在以下超市买到 思细你的美国梦 撒不了移民律师的帮忙 我是冠达律师 我希望尽力 帮你实现美国梦 光头律师爱德华 二十年的移民办案经验 真诚为您服务 光头律师办案严谨 真心为客户考虑 认真细致地面对每一个案子 在您移民美国的路上 请正确面对您的处境 光头律师会帮您 如果您向往自由 坚守 诚信 移民美国 广告不是什么 好 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 那今天呢 我们的话题是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为了谁 那今天我们现场 有位法轮功学员李小策 他我们先请他回应一下 刚才观众朋友 他们的意见 还有有一位观众提到的 一个问题 就是说 法轮功学员在海外 这样大张旗拱的 会不会造成 在国内的法轮功学员 这些尤其是这种 就是说基层的底层的这种 生活上很困难的 这些法轮功学员造成很多不便呢 我们看到这几年 法轮功从迫害到现在呢 已经九年了 在迫害初期的时候呢 海外无论是政府 还是一般的世人 他们不了解法轮功 他们听到的宣传 完全是中共输到海外的 一方岛的宣传 由于法轮功海外这个学员 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以各种方式 向西方政府和人民 广泛的介绍法轮功的真相 一个是法轮功是什么 一个呢 是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迫害 再一个呢 就是希望 西方的政府和人民 伸出正义之手 停止这场迫害 帮助就是中国政府吧 停止这场迫害 呼吁中国政府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今天呢 法轮功在海外内 得到了世界 很多国家 应该说是 近百个国家的承认吧 而且得到了很多的褒奖 我们看到了今天 这个神韵演出呢 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成功 那么如果没有海外 法轮功学员的努力 讲真相呢 是得不到今天这样的事实 因此我们也看到了 中共呢 在法轮功反迫害的过程当中 尽管我们是和平的 理性的反迫害 然而呢 我们没有动一枪一刀 他们却在我们反迫害的过程当中 走向了瓦解的边缘 这不是我们有意要做的 但是他自己 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因为人们看到了他的邪恶 看到了法轮功 是真正的真善忍的修炼人 是美好的象征 我觉得呢 法轮功本身呢 作为一个群体 他不提倡这种 你在法轮功任何一个文件 任何一个会议上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发言中间 你听不到这一点 那在这一点上 我刚才也讲过了 就是面对迫害的时候呢 应该怎么办 我们中国人呢 说这个政治文化中间呢 我自己觉得有些东西很不好 就是迫害一强大的时候就放弃 要不然就很虚伪 或者那种虚伪之中 他叫做斗智斗勇 但其实实际上是这种虚伪 那我是 因为我自己是从七六年开始迫害 只要有迫害我就反抗 但是从我的经验来说到 我就觉得有时候常常为我们的国人悲哀 为什么我们是世界上 在亚洲上我们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世界第七个共和国 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享受到共和国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呢 有的时候太容易在这个 就是真的风潮以来 大家一拥而上 等到这个真的一有困难的 一有压力就散 所以法轮功学员能有这样一种认解 这样一个精神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是中国政治进步呢 虽然法轮功学员没想政治啊 但是我觉得从我从政治学角度来看的话 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那说句实话 共产党这个迫害就很难实行 杨医师呢 对我首先觉得台湾丁先生的担忧 是大可不必了 因为法轮功在 无论是他在中国广传的七年当中 到他现在被迫害的九年当中 连共产党都没有找到 这个法轮功要分裂中国的证据 是吧 也没有利用这个做什么文章 那么至于个别人 到底他是不是法轮功学员 说的这些话 只代表他个别人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是不能够变的 就是说 无论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观点 是吧 他个人有什么的想法 这些都不能够成为任何一个人 被迫害的理由 更不能因为一个人有了这个错误 那么一个整个群体都要受到千年 都要被迫害 我觉得是更没有这样的理由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丁先生说的这个事情呢 就我这么多年研究法轮功 了解法轮功学员呢 既不存在这样的说法 也不必存在这样的担忧 我同意王先生的话 就是高先生讲的曲线救国 实际上说白了 实际上就是说迫害一来了 咱们就别真善忍了 是吧 咱们真也打点折扣 善也打点折扣 忍最好更打点折扣 是吧 什么发报纸很辛苦啊 还要回家过点生活呀等等 其实我这些年我看到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呢 他们无论是在什么岗位 什么职业 什么背景 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做的事情 有人力的出人力 有财力的出财力 是吧 有时间的出时间 实际上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就是希望能够唤醒 我们的中华民族 唤醒我们的中国同胞 能够对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 留下来的价值 是吧 有一个认识 有一个认同 是吧 能把它保存下来 不要让共产党这样把它彻底的糟蹋掉 最近我听到我们 我过去母校的一个老教授 这个这个临死前讲了一句话 说文革害了一代人 是吧 现在呢 共产党害了几代人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你在打压这个真善人的同时 你在鼓励什么 是吧 你不就在鼓励假恶暴吗 是吧 你不就在鼓励腐败吗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每个中国人 在我们抱怨共产党这个腐败啊 贪污啊 这些社会的暴力行为 不公行为 同时应该想一想 我们对法轮功受迫害 做了什么 是吧 我们是怎么选择的 那么这是非常紧密关系的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在接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是纽约陈先生 陈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想知道一下提几个问题啊 你们一直说你们有很多支持 非常多的支持 但是各国国际上的支持 但是我看到你们一会儿这个欧位把你们给切掉了 一会儿这个法国总统也要去大陆这个参加奥运开幕式 布希总统更加带了一家老小去参加中国的奥运开幕式 你们一天到晚说大陆会解体解体 你们这好像是不是在画饼冲击 自己给自己撞声势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你们这个法拉逊一直派报纸 到底有多少人在拿你们的报纸 你们有没有做过统计 我看到你们那些在发报纸 真的很可怜冒着这么大的太阳 你们是说他们没有公司的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人在拿这个报纸 好 谢谢 好 谢谢陈先生 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请讲 Hello 是我吗 对不起 李女士您请讲 听得见吗 听得到您说吧 好 我想说一下 今天是南非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党得足曼德拉的生日 那他在家乡和他的亲朋好友 渡过他90岁的大寿 他是一个就是以这个非暴力推翻了这个南非隔离白人与黑人这个高强的这么一位 因为受到大家尊重的这么一位领袖 那我是觉得说法文工的学员 其实他们也是在以非暴力的这种形式来就是告诉其他人他们不应该受到这种迫害 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非常这种争议有骨气的这个精神 我觉得我今天从九点多一听这个热点互动的节目听到现在 我是觉得说中国人真的应该要有骨气了 世界的人看中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最有骨气的时候 就是六四的事件 大家都觉得对中国人是刮目相看 因为中国人总是给人家感觉不团结一团散沙 所以我就觉得说中国人真的不应该再欺散怕恶 对法文工学员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说他们实在是欺法文工学员太善良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安娜的节目 我觉得说新唐人在没有来到纽约之前 我们没有这么一个可以自由发挥这个意见的这么一个平台 我听到今天很多个观众这种说法和看法 我觉得说大家可以糟蹋这个平台 我希望 好 抱歉您的时间说太长了 如果您要是还想说一会再打回来吧 那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为了谁 那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 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 那请大家先来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 你想从事一份收入丰厚工作高尚的职业吗 你想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吗 欢迎到天妮美容学校 学习美容 美发 美甲 拔毛 纹绣眉毛 成立30多年的天妮美容学校 在法拉盛 唐人街和新泽西设有分店 提供中文教学 中文考试 学费可分期付款 上课时间灵活 毕业后提供免费职业介绍 并协助学员开业 天妮招收海外留学生 还可成功帮你取得来美签证 天妮开有美容 水疗 线体连锁店 欢迎加盟天妮 热线电话 718-762-8887 这个孩子们尽情玩乐的场面 其实是贝贝乐园 感统训练课程 帮助儿童的各项感官功能 得到全面发展 贝贝乐园的 蒙台缩利课程 为儿童在数学 语文 感官等方面 打下坚实的基础 并且培养出心智健全 自信 有爱的品格 爱年的孩子 就把他带到贝贝乐园来 联系电话 718-939-2010 法拉圣37大道 13351 Soul Garden 韩国名家料理 地道的BBQ 香浓的豆腐堡 价油味美 天然材料 备有经济午餐 外卖特价 6.95美元起 有30年经验的韩国名厨 亲自主持 超值享受 服务至上 珍惜每次外出 用餐机会的朋友 一定要来曼哈顿中城 西32街 34号二楼 Soul Gard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好 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 那可不可以先 这个李女士来回应一下 刚才两位观众朋友 他们所说的话 刚才呢 陈先生讲了 就是说 我们说呢 有很多国家在支持我们 国际上有很多的支持 但是现在像欧卫啊 还有法国总统 和这个美国总统 去中国参加奥运 然后他是说 很多人在这个 法拉圣太阳下面 发报纸 非常辛苦 也没有工资 那到底有多少人拿 我首先感谢陈先生 对这个法轮功的事情的关注 也看到了法轮功学员 在那么辛苦的情况下 还在发一些报纸 希望人们看到一些 正的信息 而且呢 你也替他们担心 有没有收入 为什么还有一些人 说支持法轮功 他们又到中国去参加这些奥运 同时掐断了这个欧卫的 这个卫星传播呀 首先感谢您能够关心这样的事情 那么今天 所以说这个社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 就是说人们呢 往往在道义和经济面前 利益面前呢 容易被利益和经济所诱惑 他们呢 容易放弃一些道德上的选择 那么就个体来讲呢 有的时候 据我所知 法轮功并没有说反对奥运 或者是说 去呼吁某某官员 不要去参加奥运 是这样的吧 是 就是说法轮功呢 不反对在中国呢 搞奥运 那么同时呢 对于谁去参加奥运呢 法轮功也没有直接的态度 那么同时呢 在这些国家领袖 要到中国去参加奥运的时候呢 他们并没有认为 是对中共的是一种支持 因为奥运 它本身是一个国际的 和平的一个体育运动 那么对于这个奥运 为什么在中国开 那么人们有什么样的意见 实际上呢 对于法轮功我个人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支持 我们希望中国呢 能够有这样的奥运 但是呢 中共政权是邪恶的 在邪恶政权的统治下 搞奥运 我们看到了 以奥运为借口 中共搞了很多 扼杀人权的事情 那么实际上客观上呢 今天的天灾人祸的出现呢 也是中国5000年文化 告诉我们 当一个当朝 这个昏庸无道的时候 天要灭朝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样的自言情况 那杨医师 您对刚才两位观众朋友 他们所说的 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我首先觉得 陈先生有点心灾落祸呀 不过他可能没有想到 他这个心灾落祸 其实呢 是在我们自己 中国人受伤害 你比如说欧卫 欧卫切断了 这个新唐人对大陆转播 那害的是谁 你以为害的是 新唐人电视台 或者法轮功学员 不是他剥夺了我们中国大陆民众 了解事实 了解社会 了解世界的一个机会 害的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不应该心灾落祸 无论是法国总统 还是美国总统 或者谁要去中国看奥运 本来任何奥运 在很多国家发生过 谁去看 谁不去看 为什么到中国就这么大的事呢 是因为共产党要把奥运 作为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的机会 因此呢 他想方设法的 要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请到那去 而世界很多国家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 衡量很多事情在考量 他们并不完全站在 我们中国人的利益上 在思考做选择 所以陈先生 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如果心灾落祸的话 我是希望你想一想 我们真正受伤害的是 我们中华同胞 可能给共产党脸上贴了金 但是呢 我们像你和我这样的 这个中华儿女 不应该心灾落祸 王先生 其实我觉得陈先生的讲法 就可能是有一些 很多人是在这么想 但是我觉得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呢 是一个很 这个在历史上呢 它是用这个铁血的暴力 建立这样一个政权 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呢 结束这样的一个制度呢 并不是一个很容易 那也是那么多的人 做了那么多的奋斗 包括1985年的时候 民主运动 那么成年上班 都不是也是被镇延下去 所以我想的话 不论是讲真相也罢 还是维护自己权利也罢 到结束这样一个制度 会有一个时间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各种各样的力量 都会从自己的一角度 做各种各样的选择 会有犹豫啊 动摇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第一 凡是选择 就是不站在这个历史正确一边的 克林顿总统的话说呢 都是有点偷偷摸摸的 畏首畏尾的 又不敢说自己的真实想法 像欧偉就是这样的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呢 整个的历史趋势是 包括在中国国内 你从温安事件呢 到杨家茨 都能看出来 这个民众的心体 在向着一个结束这个制度走 好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